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化视野 我是李方 我们今天来聊养生的话题 说到养生呢 没有人不关心 谁不想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自由自在的过日子呢 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20句养生打油诗 如果你把它背下来 能顶半个老中医呢 希望看了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健康长寿 史上最全20句养生打油诗 当我看了这篇文章之后 我忍不住马上要跟大家来分享 也建议你保存下来这一期节目 首先第一句 吃 米以食为甜 吃米带糠 吃菜带邦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粗粮和菜叶子当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具有粗消化 增食欲 维持神经系统正常功能的作用 能够吸收大量的水分 促进肠胃蠕动 有利于排便 并能吸附肠腔腔内的某些有害物质 能够把它们排出体外 臭鱼烂虾 锁命冤家 我们知道海鲜比肉类更容易变质 腐败后产生的胺类的物质最容易产生异味了 即使加热之后 有毒的物质也不能去除 所以不新鲜的海鲜 鱼虾一定不能吃 当心食物中毒为己生命 冷物冰尺 热物灼醇 意思是说 食道的黏膜又薄又软的 容易受到冷热的刺激 所以食物 过冷 过烫 粗糙的食物 都会对食道的黏膜产生伤害 容易发生破损 溃烂 出血等等 据资料记载 黏膜反复的增生 逐渐的会形成癌细胞 直接的诱发食道癌 所以过冷 过热的食物千万不能吃 男不离酒 女不离藕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男为阳 女为阴 男子多表现为阳气虚的病症 女子多表现为阴血亏的病症 韭菜具有温补 肾阳 温中行气 止汗 固塞等功能 脸藕能开胃 清热 滋阴 养颜 预防内出血 男人要多吃韭菜 女人要多吃莲藕 这样对身体的健康就大有好处 一把蔬菜一把豆 一个鸡蛋加点肉 五穀杂粮都吃够 皇帝内经记载 五穀为养 五絮为意 五果为柱 五菜为葱 五穀杂粮 蔬菜肉类能为人体提供最基本的养分 餐后再吃点水果更有助于补充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穿 食服常温一体皆春 皇帝内经讲 伤于施者 下先受之 寒施入内容易伤害人体的下半身的关节 导致下肢发凉麻木 疼痛 甚至发黑坏死 比如像老寒腿 就是腿沉 腿凉 腿肿胀 腿发困等等 应该格外注意就是关节要防寒 不穿短裙 短裤 不入膝 脚环 若是关节觉得冷 可以给自己加个呼吸 或者是将双手搓热了 敷在关节上 头部一冷 足部一热 中医认为 头为朱阳之慧 是全身最不怕冷的地方 头部过于保暖 非常容易上火 如眼睛红肿 长口窗 脸上生痘痘等等 脚是距离心脏最远的部位 血液循环路线最长 我们知道人的正常体温一般在摄氏36.5至37度 而脚趾尖的温度有时候只有摄氏25度 寒从脚下起要格外的注意保暖 若要身体安 三分积和寒 孙思淼在千金方当中说 不可暖衣 暖衣则令筋骨缓弱 穿衣戴帽 不要过于缓和 捂得太严实了 身体会被惯坏了 最佳状态是七分暖 三分寒 才能增强抵抗力 第三 睡 下不睡时 秋不睡板 室外露天的十凳十吨 表面上看起来很干燥 经过日晒蒸腾 便会向外散发出潮气 人如果在室外的石凳啊 石椅上面睡着了 可能会诱发风湿 关节病 关节炎等病 春不露旗 东不蒙头 肚脐眼又称神雀穴 这个穴位是人体的长寿大穴 天再暖和 睡觉也一定要记得要盖好肚脐 避免肠胃感冒了 蒙头睡觉容易引起呼吸困难 棉被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会导致大脑缺氧 对智力的危害极大 所以记得不要蒙头大睡 白天多冻 夜里少梦 睡觉前做剧烈运动会导致大脑兴奋 影响睡眠的质量 所以在晚餐后一小时 可以进行散步 慢跑 瑜伽 打坐等等活动 这类舒缓的运动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质量 夜里磨牙 肚里虫爬 中医认为 睡觉的时候磨牙齿 其病因可分为内因和外因 外因呢 多因感触风寒 内因有心 胃 火 热 饮食 机制 回虫 所以呢 可以定期吃一点打虫药 避免肠内寄生虫 枕头不选对 越睡 人越累 人的颈椎是有弧度的 枕头高度以8到12厘米为益 枕头太低 流入大脑的血液过多 醒来之后 你的脸部容易浮肿 枕头过高 颈椎失去支撑 睡醒了之后 脖子容易酸痛 第四 洗 饱不洗头 饿不洗澡 人在饭前饭后 血压血糖容易产生波动 一些基础疾病的人群 如高血压 关心病等等 刚吃完饭就洗头 血压波动较大 容易发生意外 如果是低血糖 体质较弱的人 饭前洗澡则有昏厥的风险 汗水没落 冷水没焦 人呢 在出汗的时候 毛孔会张开 血管会舒张 如果这个时候冲冷水的话 人的毛孔迅速地闭合 热量无法排出 时间久了 人就容易不舒服 等汗消下去 用温水洗净 人才能真正地感觉到凉爽 睡前洗脚 圣吃补药 清朝有位皇帝很长寿 他就是乾隆皇帝 乾隆养生讲究晚间一盆汤 这一盆汤指的就是泡脚水 水温40摄氏度左右即可 盆中加入厚浦 防风 毒活等中药 抵御诗寒止气 每晚睡前泡一下 能起到温通经脉 活血散寒的作用 第五 动 文鸡起舞 床不可摊 古人员常动则筋骨疏 气脉疏 每天早起半个小时 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 舒展一下四肢 让身心达到最健康的状态 练拳五剑 莫怕严寒 老话说 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 人只有运动起来 才能身体好 少生病 极端的天气里 一般是以战装 打坐这些进攻为主 调节自己体内的气机 让气血去如氧五脏 在室内做好通风的情况下 也可以打打太极 慢走散步 练练气功 大步走 小步跑 世上最好的运动方式就是快走 每天多走一走路 土固纳心的同时 让筋骨得到舒展 不讲究场地 也不用特殊的器材 就能达到良好的健身效果 尺长扣 舌长转 生筋开胃 尺固肩 中医认为五脏生五叶 肾生拓 脾生炎 肾为先天之本 脾为后天之本 腹集五脏精华 人的拓叶为脾藏所化 古代称为长寿酒 每天扣持 转舌 吞咽金叶 有助于健康长寿 以上就是养生打油诗的二十句 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 都能够健康长寿 好 我们下次再见咯